今次我們去 馬騮崖 觀音隻 試一出發隊伍 皮蟲小隊 試一路先踢 我們先會去到大尾篤 然後經馬騮崖上到仙姑峰 再經八角八仙嶺 去到黃嶺 再從黃嶺下山 再經觀音隻 到我們終點站 報心牌 全程大約7.8公里 首先我們來到大埔站 這個為人熟悉的隧道 再搭20號C 在大尾篤總站下車 下車之後我們就向前走 就可以見到大尾篤村公鎖 見到村公鎖之後 就向右一直走 就好像我們平時去八仙嶺一樣 初段的路段 跟我們去八仙嶺一模一樣 我們要進去八仙嶺自然教育經 一如既往見到這個牌之後 我們向左上山 我們今次的行程 馬刀崖 其實就是上當年八仙嶺大火的路線 過了春風亭 我們就要留意左邊 這個警告牌 其實就是上馬刀崖的入口 開奪都頗密草 所以我們就要認住這個警告牌 其實一開始上都頗尺 已經要在密草之中走 所以都很熱 這個人辛苦到走兩步就要停 他現在又在那裡醒 看路就要 他早兩秒才趴在那裡 我沒有 我在看路線 他最喜歡就在鏡頭面前爛醒 不過事實上真的挺熱的 又怪不得他 雖然不用全靜 不過這樣被迫著 你也不是說不拿命 快點 我要看地圖 這麼慢的 看什麼地圖 我只有一條路 不是 我怕堂塞路 對 你先吃 快點 有些人走得很慢 顧著幫你拍片 你這個才是第一次幫我拍的 又要看地圖 有什麼地圖要看 又要幫你研究動物 我幾次要你幫我研究 他最喜歡就是珠多藉口 我都懶得理他 不過我們過這個小小的崎嶇位 就可以去到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馬撈崖 記憶中由剛才警告牌 去到這個位置 都不需要很長時間 大約半小時左右 見到我看來看去 就知道我們前面 其實就是馬撈崖 走前一點 就可以見到一個都幾直的崖壁 那裡就是馬撈崖 馬撈崖要爬的位置 其實都是得很短 但是它整個位置都是直的 所以無論要爬的位置 多還是少都好 只要它是一個險位 它有危險性 我們都一定要注意 很多時候意外 就是因為輕事而形成的 我們在這裡看下去 其實都相當之直 不過它又有一定的 落手落的位置 只要我們走的時候 小心翼翼 就沒有問題了 好 這裡上去 是呀 踩 一 二 三 四 四步 一步 一步 然後捉這些位置 捉到另外一邊 捉住 過了剛剛的難位之後 我們就要來到這個沒那麼難的位置 雖然它沒那麼難 但都絕對不可以行使呀 我們來到這裡見到一個這麼直的崖壁 可想而知當年的八仙領大火 師生是多麼狼狽呀 而他們是下去 加上這麼危急 這麼害怕的情況下 可想而知是多麼危險 所以奉勸大家行山 真的不要吸煙呀 試想一下我要在這樣的情況下逃生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上到一個位置 我們回望後面 還可以見到我們的終點站 我們的終點 很漂亮 在觀音那裡 這邊很直 青蛙仔走這邊 可以嗎 不用扶了 可以吧 捉住你左邊一邊去 對 來 來 來 對呀 這邊真的好很多 對呀 過了剛剛的三個位置 最難的位置 其實我們已經過了 雖然危險的位置 我們已經過了 但是這些KQ的路 還源源不絕 小心呀 有東西卡住腳 對呀 好煩呀 對了 不過其實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已經可以見到八仙嶺的第一個風 先姑風 還有心情唱歌 真的可以再走快點啦 前面就是我們第一個風 先姑風呀 八仙嶺是行新熱點 上到來多人就當然啦 好煩呀 那麼多人在這裡 就當然要找人幫我們拿機拍照啦 上到第一個風之後 如果我們要去觀音席的話 就必須要走完全條八仙嶺 由於八仙嶺我之前已經去過 所以我也不多介紹 有興趣可以看回我右上角的影片 在我們去黃嶺的途中 已經可以見到我們終點站 觀音帳呀 熱不熱呀 好熱呀 我也覺得熱呀 如果我都覺得熱就真的很熱 今天是24至28度 耶 24至28度 人戴好罩 你戴好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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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戴什麼罩 忍者龜 頭很痛呀 看看你鼻子高有否鼻子 眼睛來的 是你說想來 八仙嶺 今次才會搭你來的 你看看 多漂亮呀 你看看 你看看它 現在是矮嶺這麼晚 在這裡 假裝看風景 在這裡 快點啦 我不等它了 我自己先上去黃嶺山頂 這裡又好風又舒服 當然在這裡吹一下 不過我們上到黃嶺之後 就要開始注意了 事關我們會經觀音帳下山 以為大家選擇簡單單的話 可能會選在學竇水堂那邊退出 今次我特意選觀音帳 是因為我沒有去過 我們在黃嶺山頂 會見到路不通行的牌 牌後面就是可以通往觀音帳的路線 而我們下一段路程 才可以接駁到觀音帳 事關觀音帳是輪近觀音帳的 即是差不多山腳附近 他現在做了黑痴大魔王 喂 塞住鼻孔這樣走 因為塞住了就不用... 這樣 距點行是他的事 不過想告訴大家 由這裡下去觀音帳 一點都不簡單 事關好斜好線 這邊也流鼻水 我們剛剛從這裡下來 都很斜 我想這裡應該是七至八十度左右 不過其實我們還沒錄完 你看 不過這裡已經好很多了 已經沒那麼誇張了 所以要從黃嶺下去觀音帳 都一點都不簡單 草車啊 這裡又是草叢解車 為什麼草蜜度是這樣的 有一點點臨時的 但是沒有什麼的 都不是藍系的 雖然沿路又斜又多蜜草 不過看到一個這麼漂亮的景 就算它了 這裡很多的絲帶 那裡就是黃嶺下去 這一塊 我們去哪邊啊 我們去右邊 耶 右邊就去君陰石 去麒麟石 先去麒麟石 雖然地圖上顯示了有麒麟石這個地方 但我們看來看去都看不到塊石 回望花很漂亮啊 我只是死了出來 沿路都要穿越一個又一個的山峰 我們上完這個山峰之後 就停下來看看究竟是怎樣 已經看到我們終點站 觀音帳越來越近了 大山啊 觀音帳 媽媽 我給我幾個節奏 很開心 最開心 最開心 大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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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 每次看到這個觀音帳 都會想起這首廣告歌 由剛才的山頂一路下去 就開始多分支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點看著 是吧 又要無限龍迴 這些又斜又線的路 一會又要見到蜜草了 你們的頭在幹嘛呢 頭在什麼事 C-Kick 現在是頭巷 你看 是戰夫 好像看到這些 吭 蛤 搭入了觀音席 越來越近了 大濕 觀音席 媽各廟景之真優美 最開心 最香圓 最香圓 買手送 買手送 經食之多 最好吃 不要那麼開心 差不多落底的時候 觀音席 相當複雜 就是要看著四邊都一模一樣的樹林 找出路出去 這棵樹連金白起了 整塊魚不整 對 超恐怖 大自然的魔力 應該都是生竹的 好 來到這裡 我們的旅程就差不多到尾聲了 總括來說 這條路線你想走短的也可以 行長的也可以 因為由馬洞崖上仙高峰之後 可以經八仙嶺自然教育經 落回大尾督 你也可以像我一樣 走完整條八仙嶺 不過現在這麼熱的天氣 行程當然越短越好 而今次的影片 可以留給大家 冬天去的時候做參考 馬洞崖的爬位雖然短 但它的位置都很直 很險 所以一定要看好 下手下腳的位置 才好走每一步 好玩 而由黃嶺 落去觀音席的路段 都很斜和很多碎石 加上入到觀音席之後的樹林 方向不太清晰 迷路指數也挺高 所以路走也要看好地圖 整體這條路線就相當好玩 不過如果要走完我這條路線 最好是等冬天才出發 為什麼這些樹林是黑色的呢 有些木村 會不會下雨下到這樣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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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來這裡 終於來到觀音帳了 真的很感動 我們近距離見到觀音帳的時候 一直走出去 很快就可以接迫這條石屍路 終於都看到民居了 向前走出去 就可以看到巴士站 可以坐巴士出到大埔了 向左邊望,還可以見我們剛才走過的八仙嶺 今天就這麼多,See ya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Bye bye